父母 养育我们 不管什么姻缘来说 他对我们有恩啊 纵然是抱怨来的 他如果要学了父 学了圣贤的教诲 他明白了 过去生中虽然是有不善的人 这一生当中父母养育你 没有父母 你从哪里来 如果这一生当中 你学到圣贤的教育 你学到佛法 那父母的恩就更重了 所以杀害父母 经上讲的 逼入地狱不宜 你决定入地狱 那么翻过来 孝顺父母 释出世间 第一德 第一善呢 佛法家 这人善根深厚 世间法也不例外 深厚的善根 是孝顺父母 尽忠的典七 观无量寿佛境 敬业三福 第一句就是 孝养父母 孝养父母 是第一德 杀害父母 是第一大罪 亲离不容啊 那法律不许可 可是现在的法律 对于杀夫杀母 刑法也减轻了 在古代的法律 不是这样的 古代法律 如果杀父杀母 决定是死刑 没有患心 没有赦免 集物不孝之罪 早年李老师 给我们讲了一桩事情 这事情是真的 这是故事后 有这么一个地方 出了一个逆子 把父亲杀了 当然判死刑 朝廷 下令 这个地方的支线 就是县长 撤职 巡抚 就是以前的审长 既过 既大过 在你们 这个支离之下 怎么会出这样一个 卧人 你们地方官 没有尽到教化的责任 这种出风还不够 朝廷下旨 这从前是有城墙的 这是县城城墙的 把城墙 撤掉一个 表示 这一个城市 这个地区 处理了这样一个 大不小的人 是整个城市的 耻辱 这么严重啊 现在 沙夫沙母 已经不是新闻了 常常看见 在以前可了不得 这大事情啊 民国初年 我这个年龄 还能记得到 政府 法律里头有这么一条 侵权处分 这一条法律 应该是在民国 二十几年 就抗战 抗战前后的 抗战前 还是抗战基金当中 废除了 我有这个印象 清权处分是什么 你的父母 到法院告你 我这个儿子不孝 你们把他处死 立刻就执行 没有这个律师 可以跟你辨别的 没有 没有辨别的 为什么 你父母 父母是最疼爱子女的 父母不要你了 你就没有资格 在社会上做人了 侵权处分 这条法律 现在没有了 现在不讲侵权 现在讲人权了 亲也没权了 谁这十 第一大罪 杀父杀母 第二呢 害阿罗汉 这一条 谁是阿罗汉 你也不知道 真正阿罗汉 大概你也害不了他 阿罗汉有智慧 有神通 有佛报 但是 与 害阿罗汉 有同样罪的 是同等罪的 佛教里称为等流 是杀老四 阿罗汉在这个世界 是教化众生的 是教化众生的 好老死啊 你要把他杀害了 跟他不结罪 跟谁结罪呢 许许多多 可以接受他教训的人呢 机会没有了 你要给他 教学 那个影响的面 跟影响时间长短 承着那些罪 所以 他也是 大不尽的罪 也是 逼入地狱不宜 那么换一句话说 对社会 特别是对社会教育 有好的 善的 影响力 这些人 我们都要尊重他了 要爱护他 要向他学习 那我们杀害他的时候 就等同 害阿罗汉的罪 这是阿比地狱罪 比什么都重 为什么 社会大众 是教的好的 如果没有人教 他就学坏了 有个好人在这真教 坏人能变成好人 卧人能变成善人 古人讲的好 圣贤是教出来的 卧人也是教出来的 看你怎么教我 如果我们要教一个圣贤 希望这个小孩 成圣成贤 要从小 要从小教他 父母没有念圣贤书 他就教不出圣贤 这肯定的 每一个人 我们在一生当中 第一任老师 是母亲 小孩从出三岁 从出生到三岁 离开强保 真正砸根的 这个教育 就是这一千天 从出生到三岁 这一千天 要么学好 往后学就很困难了 中国古礼 妇女怀孕 古礼上有怀孕之礼 做母亲的这个人 齐心动力 严与造作都要端庄 端正庄严 为什么呢 他的心善 严行善 小孩受他的感染 就善的感染 如果他念头不善 严行不善 这个胎儿就感受到不善 就太骄傲 出生之后 他张开眼睛会看 他会听 他已经在模仿了 你不能说这小孩无知 那你错了 小孩非常聪明 他看大人 听大人 看了一千天 这个根 根深的骨 母亲对儿女的影响太大了 那现在年轻的母亲 没有受过神仙教育 他不懂 他受的教育是什么 现在都是电视 少少长大 上学了 在外国的学校 我们知道 小学一年级 就写电脑了 电脑里面的信息很多 影响太大了 这个世界怎么能不乱 那 佛菩萨 神仙来都救不了 也就是 他教不了 没法子教 众生 不善的造作业感 那就是灾难 这灾难从哪来的 社会的混乱现象 这个地球灾变的现象 就是这种原因造成的 这种原因造成的 并非你看多别人 你说什么 就这种原因造成的